曾经备受折磨的他 曾经登基为王 而为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击自己当质子的圣语 他要把这些年所受的苦 一一找回来 而得知曾经的质子为王 圣国皇帝命令他岳父出征 灭了女婿 可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今的坛台静 已经有灵族的帮助 能召唤各种妖兽 哪怕是勇猛的叶家军 也只是血肉之躯 于是父亲败退 留下唯一的儿子独守边关 可毕竟是自己岳父 加上自己又是叶希物救火的 所以并不想让叶家灭门 于是找到曾经叶少爷接触过的狐妖 虽然之前狐妖能伤了 但就会在那儿子独立家里 轻轻松松 然后给他喂下丹药 让他帮助自己传话 狐妖也直接的狠 分析到现在的形势 就是皇帝想把有权势的叶家灭门 却又找不到什么理由 所以就让他们来攻打紧 现在又以父亲败账为理由 克扣粮草 还让三日内得胜归来 忽然满门抄斩 聪明人都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丢下纸条 隔天叶少爷也来赴约 另一边的叶熙悟 其实是来找上古之神 上古之神告诉他 如果想取下邪骨 不让他喂魔 那就需要三个东西 一场梦 一滴泪 一缕丝 一场梦就是弹台镜思念叶熙悟的梦 一滴泪就是为爱人流下的泪 而一缕丝就是动心后 所生的琴丝 然后就是六枚灭魂钉 在弹台镜心 得到一切 就能取下邪骨 灭了弹台镜 就不会有五百年后 仙门陨落的事情发生 而叶熙悟也拿着时光钥匙 准备结束一切